同志 接着 挑战书 看我干吗 没见过帅哥啊 怎么回事 你是什么人 我 我叫陈如风 来自河南陈家沟 朱飘逸呢 是我师弟 今天我来啊 就是替他向这条大鲸鱼 下战书的 书呢 他已经接了 后悔啊 恐怕是来不及了 对了 你应该就是公旗吧 正是 挺好的 我该说的话也说完了 该办的事也办完了 那就这样了 告辞了 站住 请你转告朱飘逸 谁敢公然和我作对 是没有好结果的 有何 威胁我呀 这种话根本不用转告 我就替朱飘逸回答你 你 你 还有你大鲸鱼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这里可是中国 到底谁有没有好结果 我们拭目以待 你 你 你 武灵 把臣民叫来 是 到处都是朱飘逸挑战河内的消息 武灵 你为什么不阻止 这一定是柳云春搞的鬼 挑战河内的事 朱飘逸他们预谋在先 所以柳云春抢先了一步 我还没有来得及 柳云春 你当初没有及时除掉他 现在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请哥哥放心 我一定会除掉他 陈馆长 朱飘逸和马宁儿不同 要难对付得多 但是河内这场比赛是不能输的 你有什么主意 这 这主意很多啊 我都想过了 好像行不通啊 朱飘逸在上海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了 咱们赶在赛前去放冷枪啊 下毒药啊 这都不是上策 万一走落了消息 那可就是偷击不成十八米啊 我想过了 唯一妥当的办法 就是在比赛规则上做文章 宫崎先生 您是说要收买裁判 如果朱飘逸和河内的功夫 是在伯仲之间 那么收买裁判才有作用 但据我的判断 他的功夫要大大地高于河内 所以 收买裁判没有任何意义 唯一的办法 是让朱飘逸被迫弃权 宫崎先生 我还是不明白 您明示吧 如果在比赛当天 朱飘逸迟到 那他岂不就输定了 高 宫崎先生实在是高啊 但这件事 不能有黑龙会的人出名 我出钱 你出人 你这个 宫崎先生 您放心 我办事 肯定办得漂漂亮亮的 滴水不漏的 陈管长 此事如果走漏了消息 我想您也明白 是什么后果 我明白 我明白 办事去吧 宫崎先生 您放心吧 宫崎先生 您放心吧 河内津 是 这场比赛 你绝对不能输 你需要这个 飘翼 今天的比赛你一定要赢啊 飘翼 一定会赢的 飘翼 你先走 我们能应付你 飘翼 飘翼 柳会长啊 您跟朱飘翼不是一起的吗 您怎么早早就到了 他到现在还没来 他不会是因为窃战 故意拖延比赛时间吧 我丑话说在前头啊 他要是迟到的话 那可算输 飘翼怎么会窃战 他一定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 你放心 他不会迟到的 好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我说个事啊 本场比赛是由朱飘翼先生 主动发挑战给日本河内晶先生的 可是他本人现在还没到 咱们凡事得讲个规矩 讲规矩就得按规矩办 离比赛开始还不到一分钟 如果他迟到将会算输 我现在开始倒计时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等等 我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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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朱师傅已经到了 那我宣布 比赛开始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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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好 我突 走 走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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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llen 那 ton 有ul 救命啊 要 換救命啊 是 以蛊 之后 四季比赛 猪飘忆魂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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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医 好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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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过来 过来 告诉大家一个重磅消息 朱飘忆真本是厉害 那天他和何内经的比赛 我可是亲眼所见哪 本来他差点迟到 结果在最后一刻 他就从天而降 简直不亚于天神哪 您这说的是真事啊 还是在讲神话故事 是真事 那天啊 我也在 刚开始呢 朱飘忆不占优势 后来啊 我才发现 他是先耗掉 那个日本人的力气 然后展开反攻 啪啪啪几掌下去 那个日本人啊 根本招架不住 最后啪 又是一掌 直接给那小子 打到台下边去了 这么厉害啊 这就奇怪了 何内经打败了那个 国术大赛第一名马尼尔 这朱飘忆又打败了何内经 这不就说明朱飘忆 比马尼尔还厉害吗 但是这朱飘忆 怎么不是国术大赛第一名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朱飘忆没有参加国术比赛呗 我告诉你啊 功夫越是高的人越是低调 多爱争名多利 你们知道吗 马尼尔和朱飘忆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现在你们大家明白了吧 马尼尔那个国术比赛第一 是虚的 朱飘忆的比赛 才是实在的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不知道那个马尼尔 要是知道这个消息 会作何感想啊 肯定不好受呗 那还用说 我要是他 干脆找个地方钻进去 依我之见 这马尼尔这工作 根本就不行 虚的 都是虚的 什么敌 那是假的 这朱飘忆才叫厉害的 对 对 宫崎 宫崎 我马宁儿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后悔 你等着 我一定会杀你 好 怎么样 这篇关于太极拳的稿子写得如何 写得很好 游叔叔 你看看吧 太极拳你是内行 你看就行了 那我就准备刊登了 这一次一定要好好措措空手道的威风 好 辛苦你了 大家快看 这是上海今天啊 所有的报纸 报道的全都是飘逸 打败空手道的消息 这一下河内京的空手道馆 可就要歇菜了 飘逸 这么好的消息 你怎么不开心呢 对我来说是好消息 但是对马宁儿就 他被河内京打成了重伤 而且我看得出来 那个陈明是个势力的人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对了 我查过陈明的底细 他曾经留学东洋 精通日文 跟日本人关系密切 我怀疑 这次阻拦你参加比赛的那些地痞流氓 很可能跟陈明有关系 我真不明白 上面怎么派这么个人来接替我的位置 不行 六叔叔 我要去看看马宁儿 我们一起去吧 就算是为了如雨 就算是为了如雨 走吧 刘叔 那我们走了 嗯 宁儿 朱飘夷 我知道你还会来找我的 你打败了河内京 我为你高兴了 但为自己难过 从小到大 我想得到的 都会被你拿走 我想做到的 也都会被你做到 今晚我会去杀了宫崎 然后回正龙县 你我从此 老死不相往来 正龙县是我最后的地方 希望你不要再抢了 骂你们 他要去杀宫崎 快 走 趴下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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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宁儿 你来了 对 你没有想到吧 什么事情 我想来杀你的 杀我 为什么 因为我最讨厌别人利用我 第一次 你们利用我 来敲诈大河沙场和螺石药业的股份 第二次 你们利用我的失败 来打他宣传空手道的目的 这些都是你的主意 所以我要你付出代价 你杀得了我吗 现在 我杀你跟捏死一只蚂蚁 有什么区别 年轻人 你太天真了 你 你呀 他活不了多久了 把他扔出去 门内 加强巡逻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是 他已经不行了 你们把他拖出去吧 是 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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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 钦儿 来 来 站住 霓儿 霓儿 你请一请 霓儿 表姨 是我 我来晚了 你没来我 你没有 这都是我的报应 我曾经非常地恨你 但我现在 最恨的人 是我自己 我害了那么多的人 不要说这些 我 没法 原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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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 马大哥 你一直都活在和飘逸的仇恨中 一生都没有真正的快乐过 希望你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能够真正的放下安息 宁儿 你安息吧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正楼县 陈伯伯 冉勋 你这是干什么 有什么话起来说 快起来 不 我不起来 陈伯伯 我想见你如雨 我 我想娶她 希望您能够答应 陈伯伯 谢谢你惦记着如雨 但是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如雨她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陈伯伯 我就是知道她遇到了很不开心的事 我才回来找她 如果她过得幸福 我不会来打扰她的 起来吧 难得你一片苦心 我不知道如雨的事情你了解多少 但是男婚女嫁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作为一个男人 你一定要想清楚 有些事 就算你不在乎 可如雨是怎么想的 我们还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不能答应你什么 一切还要靠你自己的努力 陈伯伯 如雨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可我想了想 我还是决定来 我从小就喜欢如雨 这种喜欢 是没有条件的 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都不会改变 您说得对 如雨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爱护和理解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来照顾如雨 好严的 冉煦 如雨现在 的确很孤独 很痛苦 她确实需要有人去关怀 去照顾她 既然你有这份心 就去努力吧 我支持你 我这就去 您放心吧 好 如愚 你怎么来了 我 你看 这一桌的菜 你怎么一口都没动啊 如雨 人是铁 饭是钢 你不吃 那肚子里的孩子 也是要吃的 你说也是啊 你看这菜做得这么油腻 怎么吃得下去啊 我给你换点清淡的 好不好 等着我 来喽 卢月 还记得十年前 你给我做的那碗汤面吗 我按着你的方式 试了很多次 希望这碗 能够恨你的胃口 来 尝尝 是不是嫌我烦 没问题 马上消失 消失喽 咱唐 川普 山 山 松 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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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那个冉旭 他怎么老在咱们家 也不走啊 怎么 你不喜欢啊 这孩子 我劝过他好多次 可他就是死活不肯走 我看这孩子 人不错 你也需要人照顾 就让他留下来照顾照顾你 如果你要是不满意的话 爹还是有办法让他走的 不是 我也不是非得要赶他走 我只是觉得 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这样留在我们这儿 怪怪的 我不太习惯 有些事情 也许慢慢慢慢地就习惯了 这样吧 我看冉旭这孩子 手脚勤快 人也不错 你哥哥又不在家 就暂时先把他留在咱们家 也好帮帮爹的忙 陈旭啊 陈伯伯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刚打了一点山泉水 山泉水 咱们太晶门有那么多井 有的是井水 你干吗费那么大劲 弄山泉水啊 这可不一样 这井水再活 它也活不过山泉水 我刚从后山废了半天劲 才找到一眼山泉 而且现在如鱼嘴巴 越来越刁了 我想用最好的食材 和最好的水 才能做出他喜欢吃的东西 您看 这是我从后山的菜园子里 摘的一些西红柿 还有胡萝卜 先给他煲点汤喝 前段时间 给他煲了一些牛骨汤 想给他肚子里的孩子补补盖 可是我爹说了 牛骨汤喝多了会燥热 所以今天我给他换了鱼汤 那他喜不喜欢 怎么说呢 刚开始的时候 有点不太习惯 但是现在慢慢喜欢了 冉旭啊 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你可不能什么都想着如鱼 有时间的话 给我也煮煮汤喝 真的 那没问题 只要您喜欢 我天天给您做 好 我这想起来呀 跟你爹有好多年没见了 他怎么样 我爹还挺好的 年轻的时候 就喜欢四处行医 现在年纪大了 就在家里 种种药材什么的 冉旭啊 你让人给你爹捎个信 就说我这个老朋友 非常想念他 让他有机会呢 到太极门来 跟我许许旧 来 尝尝 嫌我手脏是吧 好了 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的 我不是看着你天天闷闷不乐的 我心里也跟着难受 对了 如鱼 我觉得 你不应该每天闷在家里 要多去外面走走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可能对你的身体更有好处 你放心 我练过行义拳啊 谁要是敢欺负你 我一拳打得他满地爪牙 总之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哥哥 朱飘逸在大河沙场和螺蛇药业 安排了很多宫联会的弟子保护 武力威胁已经行不通了 我也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那就调集更多的货物到上海 以更低的价格抛售 直到他们屈服为止 是 兄弟细于强 外遇起舞 马宁儿死了 朱飘逸肯定不会善罢干凶 我们的仓库安全吧 哥哥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他们抓不到任何证据 上次 险些让柳盈春拍到证据 幸好我当时把他的照相机毁了 武林 下次再遇到柳盈春 要毫不犹豫地消灭他 要知道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害 妹妹 你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是 我一定谨记 自从宫联会派人保护我们工厂以后 那些日本人再也不敢来闹事了 不过 市面上来自东洋的布料 越来越多 而且它价格低得离谱 导致我们的布根本就卖不出去 是啊 确实是这样 我们那儿也一样 东洋人的药品便宜得出奇 我们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参与走私啊 他们的目的啊 无非也就是想击垮我们 以达到控制我们的目的 想让我们把这主控权主动地让出来 如果我们两家都举手投降了 那我看其他的很多工厂 很快就会被他们蚕食精吞掉 公企果然隐险 现在我们眼前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尽快地找到他们走私的证据 二位放心 我们宫联会 一定会尽快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武林是个聪明人 我到底该从哪儿着手呢 有了 那里 还在哪儿 很清楚 甚至算是他 有了 他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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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办公室你可不许随便进 更不许你随便乱放过里面的东西 一定要记住 办公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雷英春 把你身上的枪扔掉 快点